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二月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缅甸局势有关的消息 这里要为您看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文章开篇介绍闭门审判秘密开始 两位被告通过视频出庭 辩护律师甚至不知道发了什么 而到他下午周二赶到法庭时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不到一个小时 两周前在军事政变中被赶下台的缅甸文治领导人昂山素季 和被废除的总统温民审判在周二开始 他们面临着各种晦涩难懂的指控 可能会分别入狱六年和三年 昂山素季女士被指控违反进口限制 在她的别墅大院里发现了对讲机 还有其他外国设备 同时她还被控违反了自然灾害管理法 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与人群互动 而这样的指控以前从未公开披露 温民则被控违反了自然灾害限制 缅甸执政党和全国民主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 指派了一位律师为昂山素季和温民来进行辩护 此前缅甸军方声称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大选存在舞弊行为 于是在今年二月一日扣押了昂山素季和温民等人 随即接管国家政权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军方还在紧急状态宣布之后要求重新举行大选 将国家权利移交给新当选的政党 昂山素季以及其他政府高层被捕 引发了缅甸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 数十万人在全国各地走上街头 呼吁释放昂山素季 昂山素季的律师在昨天曾经告诉媒体 昂山素季的拘留时间将被延长 再次研发民众抗议 西方国家普遍强烈谴责缅甸军方的行动 英国外交部原以一份机密报告指出 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来 执意要摧毁昂山素季所领导的民盟 以便让自己坐上总统大位 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这一次针对昂山素季的审判充满了异常 昂山素季的律师最初被告知 法庭程序将于周一开始 然后又被通知将在周三开始 结果在周二上午十一点他突然接到通知 说当事人已经通过视频会议出庭 人权律师表示这个时间似乎是他们不想让公众关注这个案件 但是随着审判消息的流传 缅甸民众迅速再次上街 与昂山素季和文明一起被拘留的还有数十位政府领导人 对他们的指控尚未公布 而缅甸上周末宣布允许无限期拘留 被认为是直接针对此案而来 现在军方抵消了有关于西方有针对性金融制裁可能产生影响的问题 他们驳斥了一场联合了大概七十五万名医生公务员铁路工人 电力供应商还有其他人员的公民抗命活动 认为这是抗议者缺乏爱国主义的证据 同时也为军方多次暂停网络服务 禁止社交媒体网站的行为进行辩护 军方声称因为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是错误信息和假新闻的主要来源 目前缅甸局势仍然十分紧张 而各方也仍在观望之中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两会有关的消息 根据香港明报在今天的报道 与二零二零年一样 今年的两会境外媒体只准驻京记者采访 不接受临时复京采访申请 大多数采访只能通过网上视频书面形式 两会采访收紧今后恐怕会出现长期化 文章表示 以往中国政协大会开幕日期十三月三日 比三月五日的人大开幕早两天 而今年政协开幕则在三月四日仅比人大开幕早一天 明报分析认为 以往政协早于人大两日开幕 实际上是早一天半 由于政协与人大的会期大部分重叠 中间相差的一天是供政协委员讨论政协主席工作报告 此外七常委也利用这一天到政协各界别分组会议去听取意见 并发表讲话 香港明报认为按照惯例 总书记国家主席首日出席界别是根据当年情势而定 而国务院总理首日去的政协分组会一定是经济类别 讲话又被外界舆论视为是中国政府当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风向标 但是由于二零二零年开始两会日期变更 政协开幕立日接着就是人大开幕 高层出席政协分组会议安排调到政府工作报告之后的五月二十三日 而且去年习近平打破惯例去了经济界别讲话 彰显了所谓党管经济的改变 而李克强同日则出席的是科学和科技界的联组会 香港明报认为中国两会维持二零二零年的这一种安排 紧凑会期减少对政府工作报告主题的干扰 至于政协工作报告本来不是政协大会主题 主题只是配合人大参政议政 另外由于会期有所缩短 二零二零年开始领导人落团次数相应减少 习近平本人除了出席政协经济组会之外 只去了内蒙湖北解放军武警三个代表团 与往年经常要去七八个团进行讲话相比 工作强度有所减少 此外明报分析认为与二零二零年两会主要议题民法典不同 今年两会的主题是十四五规划纲要 事关未来经济发展五年动向 此外近半年来有八个省都更换了省委书记 人大主席团也会有更多新面孔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经济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美国媒体AXS的报道 文章介绍得益于外部投资 以及从冠状病毒大流行中的强势反弹 现在中国金融市场正在吸引创纪录的全球资本 其中很多是来自美国投资者 随着更多的资金流入中国市场 中国政治领导人将有一个明确的机制来增加国家的政治权力 使中国有更有力的武器来挑战美国作为世界金融超级大国的地位 文章引述专家表示 中国的目标是所谓人民币国际化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投资于中国大陆的公司 政府债券以及其他人民币交易的证券 他们将被迫购买并持有人民币 而全球投资者持有这些中国资产越多 就越有利于中国货币地位国际化 专家表示除非给投资者一个安全的场所来放这些货币 否则不可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储蓄货币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将进入国内消费市场作为武器 以获取地缘政治利益 迫使从航空公司酒店到好莱坞电影公司 还有其他许多公司避免踩到中国共产党的红线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更加有利可图 专家认为中国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利用市场准入作为砝码 随着更多国内投资者直接投资于中国市场 这可能会加强中国政府的能力 通过威胁冻结投资账户以及启动审计来实施国内法律 或者是进行预外执法 而文章认为作为金融超级大国 美国在如何监管和监督这些市场方面表现得相对克制 实施准则主要是为了查出欺诈行为 保护投资者同时促进全球资本流动 美国的制裁通常针对的是恐怖主义资金 武器扩散以及严重人权侵犯者 但是在中国中国将政治反对派视为等同于恐怖主义 或洗钱等犯罪行为 并可以对其进行惩罚 从数据上看截至二零二零年 在大陆香港以及纽约伦敦新加坡证券上市的中国公司市值 总共已经接近十七万亿美元 其中绝大部分超过十一点七万亿美元 是在大陆的交易所上市 而这样的总额已经与伦敦证券交易所 还有方欧交易所总市值相媲美 文章认为即使川普禁止美国投资者拥有某些与军方有关的中国公司的股票 国会也通过了将中国公司从美国交易所出名的相关立法 但是根据数据中国仍然是美国投资者最大单一国家风险敞口 文章引述专家表示 禁止中国公司进入美国证券交易所 可能会将中国公司推向香港和上海的证券交易所 从长远来看 这可能增加这些交易所对美国交易所的相对力量 同时中国正在开发数字人民币 全球支付巨头Swift已经与中国央行合作帮助开发其项目 而数字化人民币有可能会加快 中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 并扩大北京在全球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文章表示参与政府咨询的人士透露 中国正在探索限制稀土矿产品出口 这些产品对于美国F35战斗机 还有其他尖端武器的制造至关重要 工业和信息化不在上个月提出了对中国十七种稀土矿产品生产和出口的控制草案 集中中国控制大概全球百分之八十的供应量 行业高管表示 政府官员曾经向他们询问 如果中国在双边争端期间限制稀土出口 包括国防承包商在内的美国和欧洲公司将受到多么严重的影响 业内高管补充表示 政府想知道如果中国实施出口禁令 美国是否可以难以制造F35战斗机 同时他补充表示 北京希望更好的了解美国如何快速确保稀土替代来源 并提高自己的产能 中国自身的稀土安全并没有保障 当中美关系恶化或者是缅甸决定关闭边境时 这样的优势可能会出现问题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35战斗机 在电力系统还有磁铁等关键部件上严重依赖稀土 国会研究报告表示 每架F35战斗机都需要四百一十七公斤的稀土材料 文章认为中国此举是在中美关系恶化 两国技术战兴起之后 川普政府试图让中国企业更难进口美国敏感技术 比如高端半导体 拜登政府表示也会限制某些出口 但会与盟友更紧密合作的背景下所提出的 北京对稀土的控制有可能成为与华盛顿摩擦的新源头 但是也有人警告说 中国任何激进举动可能会适得其反 促使竞争对手来发展自己的产能 中国外交部去年表示 制裁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和雷神公司 原因是向台湾出售武器 拟议的指导方针将要求稀土生产商遵守出口管制法 以规范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材料运输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将对该清单是否包括稀土有最终决定权 同时稀土也是制造包括智能手机电动汽车 还有锋利涡轮机在内产品的核心 有专家表示高管和官员也质疑将稀土正式纳入出口管制制度是否明智 他们表示这或许将激励北京的竞争对手加快自己的开发步伐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香港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在当地时间二月十六日 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李志英等九位泛民主派人士 涉及非法集结案开审 前立法会议员梁耀忠还有薛诺轩在庭上认罪 李志英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以及何俊仁等九人 因被称涉嫌参与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八日的香港修例风波集会 也就是反送中集会 被控组织或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案件在二月十六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 预计需要十天 根据香港电台报道 除了上述两人之外 其他七人不认罪 案件仍在审理中